大家午安 今天做了一个点心是什么 大人口味的船 对不对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点心是什么 小朋友口味的船 那个点心 我们那集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小熊的小船 小熊的小船 今天的故事叫做什么 大雄的大船 大雄的大船 我们来看看他那艘船 跟他原来的那艘小船有什么不一样 大雄长大了 不再适合他的小船 于是他把小船送给小熊 现在他正在为自己造一艘 大船 大雄跟妈妈说 我希望他跟我的小船一样 只是更大一些些 妈妈笑着说 你曾经很爱自己的那艘小船 现在小熊也很爱你原本的那艘小船 将来你也会同样很爱自己的这艘新的船 大雄说 我也这么认为 于是他很努力地工作 没有多久大船就完成了 大雄温柔地对他说 你跟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 大雄正要把大船推进黑莓湖的时候 河里来了 河里说 你这艘船真不赖 可是我觉得像这么大的一艘船 它需要有一根尾杆 知道什么是尾杆吗 就是那个 可以把帆撑起来的一个尾杆 对不对 大雄说 也许他说得对 于是他就干吗 他就开始在那边做一根尾杆 于是他就为大船做了一个尾杆 这时候水踏从水里面冒出来 他说这么大的船需要有顶层的甲板 所有的大船都有 这样你就可以在那个甲板上面坐得高高的 看着夕阳 然后缠到湖里面去 大雄说 也许他说得对 于是他就开始在那边定那个顶层的那个甲板 就在坐的时候大舱路来了 大舱路飞过去就说 好棒的大船 可是你要睡哪里 你要有一个睡觉的船舱 所有的大船都有一个船舱 大雄说 也许他说得也对 于是他就为自己做了一个船舱 好了 接着他向后退了一步 看着说 我这艘大船 变得好丑 跟我原来小的完全不一样 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大雄知道这样不对 可是他又不想伤朋友的心 他好烦恼 他在烦恼心 烦恼要不然把这些东西拆掉 如果拆掉的话 别的朋友会难过 如果他不拆掉 他就又会觉得很丑 好 没有到他心里的那个目标 是 好 你们说对 大雄说 大雄就跟他的朋友说 你们都很想帮忙 谢谢你们 但是呢 我还是原来的熊 是现在比之前大一点点 这艘船跟我梦想中的不一样 熊不能放弃自己最初的梦想 河梨说 嗯 也许你说得对 水踏说 嗯 你说得真好 大仓路深深泊地说 嗯 一点都没错 于是呢 大雄拔掉了斜斜的桅杆 卸下了乱七八糟的船舱 拆掉了歪七扭八的甲板 他微笑地看着自己的这艘大船 然后他把船推进黑梅湖 到处划来划去 坐在上面抓鱼 出太阳的日子 他就躺在船上面 闭起眼睛 听着湖水说秘密 到了晚上 他看着太阳沉浸湖里 月亮升到湖面上 有时候还会有流星哦 他看见小熊在黑梅湖上 划着小船 大熊向他挥挥手 小熊也向他挥挥手 啊 我们这样真好 大熊心里想 两只棕熊坐在两艘很棒的船上 在蓝蓝的湖面上航行 他好快乐哟 你觉得大熊在盖这艘新的大船的时候 他心里在想什么 希望它跟原来的小船一模一样 希望它跟原来的小船一模一样 还有没有 能让 很有开心 但是却不会伤到他们的心 哦 还有呢 他才能回忆他以前小船的样子 哦 他回忆以前小船的样子 回忆他过去搭那艘小船的样子 因为他现在坐不下了 他希望一艘搭的船 很好 那他们给大熊什么意见 说你这个船这么大 一定要有个回感 对不对 可以挂一张帆 对不对 然后呢 需要有什么 甲板 还需要有什么 船船 对不对 如果大熊不把它拆掉 他会快乐吗 不会 但是他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拆掉 不告诉他的朋友 把它拆掉 好丑哦 我不要 全部拆掉 就让他朋友看到 他也很难过讲 想说 为什么我提供建议 你不喜欢你就跟我讲 可是你为什么就要 突然就把它拆掉 好 所以大熊选择做一件事情 是什么 先竹竹告子 他怎么学 他用礼貌的方式 用不太会伤到朋友的心 的话语去跟他们讲 王力言说得很好 他用礼貌的方式 尊重的方式 不伤害他们心的方式 所以这些朋友 有没有接纳他的想法 有 原来你想要的是 那样的一艘船 好啊 那你说得很对 所以当大熊把它拆掉以后 他们会不会觉得不高兴 不会 那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像大熊一样 就是旁边有很多人 给你不同的意见 譬如你在做某 在做一件事情 然后旁边 扎拉扎拉 做那个好 做那个好 点头如早算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该听什么 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这样 有一次我就是在玩一个 就是它是一个电视 然后配合 就是电视的一个游戏 然后结果呢 那时候就是两难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了 可是又不太确定 然后就别人一直跟我讲说 这个一定是对的 这个一定是对的 然后结果我选了之后 然后结果我错了 然后我就一直骂他 为什么你说那一定是对的 天哪 如意什么没有办法坚定 语言来想的 对啊 除非是我真的知道 一定是那个 不然如果以我直觉判断的话 我就是会有疑问说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个 可是那时候我玩那个游戏 它只有五秒钟的时间 所以我一定等一下要赶快了 然后每次我就会听到旁边的意见 然后就想说好吧 我妈既然她跟我想的不一样 一定有她的理由 所以就说 OK 所以有时候别人给我们的意见 我们要才拿 但有时候你必须坚定你自己的想法 很多时候譬如说 荣恩你去餐厅 然后呢 你要吃这个 可是妈妈一定要叫你吃别的 有没有 那那时候你怎么办 这次先吃 我也想吃的 下次再 再换你点 你要吃的那一种 那如果下次呢 那如果你妈妈说没有下次了 就只有 就再吃 它明天就要倒闭了那种 可以 这个是一个方法 比如说好 你可以跟妈妈谈条件嘛 这次我点我要吃的 那下一次呢 我再吃你点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方式 下次就说 等一下等一下 上次的约定已经失效了 不可以戴皮一小时 你这叫戴皮 反正每次我跟我妈就吃火锅 如果我们两个共过的话 我一定得要听她 因为她很讨厌羊 然后她很怕羊骚味 所以我只要一吃到羊 然后她就会说 我不要好了 你吃牛好不好 所以呢 好 当然如果现在 好 你现在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你现在有 你现在发生一件事情 别人给你一个意见 而那个意见是一个 你觉得很糟糕的意见 我不知道 譬如说 你今天想穿 你今天的心情 你穿衣服看什么 心情 是不是 还是看你要去的场合 你觉得你今天想穿一件 看有没有那件衣服 你要穿一件黄色的T恤出去 可是别人就说 你要穿黄色的 你把膀胀脏的 黄色的容易脏 你穿黑色的好了 容易脏就容易脏 黑色还是会稀热 好热 可是你们怎么跟老婆 你会怎么回应 谁理你啊 你从 因为老婆根本就不会 这样跟我讲 不是 如果 如果有人给你一个 你觉得很不喜欢的意见 你会怎么回应它 态度比较温和 怎么个温和法 比如说金玉 你妈说金玉你今天不要穿 你不要穿这件衣服 好丑哦 为什么不穿我前两天 买给你的那一件 那我就是说 前两天买那件 你可能还没洗吧 那我先穿这件不就好了 是吗 如果是 立言 立言 你那小白狗 真的好脏好臭 去拿去洗一洗吧 你不要每天抱着 抱着这个脏脏脆脆的小狗 睡觉 很热心耶 但没有空 阿姨 妳要怎么回应 妳要怎么回答我 一定要是你妈 是 你是不是对妈妈讲 跟对阿达床讲的不一样 你应该有两种方法 不是 现在不是 现在是阿达床 给你一件 毛利姐 你不要再抱那只 小白狗睡觉了 好脏 你已经变成小黑狗了 你还要抱它睡觉 回答 明天再洗 明天再洗 明天会洗吗 到了明天之后 我再说明天再洗 你是不是在骗我 后天法 怎么跟小尚一样 小尚如果是你呢 我会说 你的猴子先生 猴子先生丢掉 虽然我还是小孩 但我还是有自由权 好吧 你搬出这个 我就没话说了 真的有人 因为那时候 就是我真的有一次 就是住院的时候 然后有人来看我 然后他就说 你的那个被子太脏了吧 你干脆丢掉算了 然后就说不要 这陪我那么多年 为什么要丢掉 当别人给我们意见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意见 你不想采纳 它是一个不适合你的意见 也许是一个不好的意见 你觉得不好的意见 或不适合的意见 大雄怎么表达 他用一个 温柔的语气 温柔的语气 而且他先肯定对方 你们给我的意见 都很棒 所以王丽颜 你刚刚 如果你现在要回答我 你要怎么回答 照着大雄 你会怎么回答 如果你是大雄 你要怎么回答我 说王丽颜 你那个小黑狗 不要再抱了 你要去洗洗吧 大雄真的看着你 你的意见不好 你讲反话 你讲反话 所以我是 然后大雄 大雄的口气讲话 然后我就会讲说 你的意见 我可以接受 可是 可是我很喜欢 这一只小狗 我想要每天都 可以抱着它身边 你喜欢它原来的样子 跟原来的味道 是不是 如果一定要用这种句子的话 我会说 猴子先生是我的宝物 我不能不拥有它 OK 这个我就接受了 这个就是一个尊重 我刚刚说尊重对方的 一种同同方式 虽然说这个不是你想要的 你觉得不适合 但是你还是要 肯定对方给你这个意见 因为他给你一个很宝贵的 给你一个意见 不管那个意见 对你觉得有没有用 先肯定它 然后你把你原始的想法怎么样 讲出来 清楚地表达出来 你尊重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会觉得什么 尊重 对 别人也会尊重 这就是大雄 在面对别人给他意见的时候 这个一个展现 表现出来的态度 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 别人给我们意见 然后你却讲了说 你这意见好烂 你就伤到他的心 阿大叔叔 硬汗就不会 硬汗就不会 就不会被伤到心 就像阿大叔叔 不是 不是很脆弱的 你们不要随便伤害我 譬如说 如果你们说我的点心很难吃 就会伤到我 我们现在赶快去赞美 阿大叔叔的点心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船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 不要伤害 小伤害就不伤害我 不要说那个船 不要说那个船 我可以让你 拿下来 小伤害